香港特区政府制定并实施禁止蒙面规律 合法 合理 合情 有利于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极为必要 该规律的实施不影响香港市民依法享有 包括游行 集会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民党当局企图破坏香港特区的繁荣稳定 借机捞取政治司令 这套计量不会得逞 民党当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却如获至宝 在网站上大肆炒作 结果使自己沦为了一个政治笑话 那么他把维护法律秩序 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者污蔑为黑警 与他利用个人权位 公然庇护 这个私燕案 高铁失落现金案 等弊案的行为 如出一辙 说明他心中只有党派利益 全无法律争议 那么谁黑谁白 一目留人